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轩 今天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在过去几天发生的比较大的科技新闻 首先说一条和那个汽车公司福特有关系的新闻 他们家呢是在5月19号周三的时候发布了他家第一款的全电的卡车叫F150 Lightning 这个呢也是他们家的第三款的电车 之前他已经发布过两款电车了 那这个F150 Lightning呢预计是到明年春季的时候正式发售 福特的这款电动的卡车呢和它对应的汽油版本的那个车型叫F150 各个方面的参数都差不多 而且F150的那些附件那些accessory呢也能够用到F150 Lightning上 那福特这次发布的这个电车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 就是如果家里在停电的情况下 如果你电车的电池已经充满的话呢 它可以为整个屋子提供三天的供电 那福特就介绍说如果停电的时候 这个电车是连接到家里的电路上的话呢 车里面9600瓦的一个智能后备电源就会自动开始工作 为全屋提供电源 当又来电的时候呢卡车就会自动再切换到给电池充电的模式 另外呢这个卡车上还带了一个电源的接口 这样呢就可以用来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提供9600瓦的电 因此呢就可以用来给比如说音响啊电视啊还有一些电动的工具来供电 那F150 Lightning呢一共有四个系列两个电池的选项 最基本款呢大概是4万美金左右 高配的话大概会超过9万美金 两个电池的选项在充满电之后呢分别可以支持230英里和300英里的这么一个里程 不过如果后面又拖个船呀或者其他的东西的话呢福特就没有说能跑多远了 说完了福特呢我们来说一条关于Snap的AR眼镜的新闻 这个是5月20号周四的时候 Snap就发布了他们公司第四代的Spectacles的眼镜 那Snap的CEO呢说这是第一款把现实增强AR带入到生活中的眼镜 这个眼镜充完电之后呢可以工作30分钟重量是134克 是它前一代的两倍多 但是还是比微软的那个HoloLens的AR的头戴装置要轻很多了 那这个眼镜呢配有内置的麦克风 可以声控的立体声的喇叭 眼镜框贴着太阳穴附近呢有触控板来控制眼镜 它的前面呢装了两个摄像头 可以自动的检测现实世界中的物体的平面 那眼镜用的是三维的显示技术 那Snap呢是展示了通过这个眼镜 可以在现实场景中看到加上去的那种现实增强的特效啊 而且通过眼镜架上的触控板 可以选择不同的特效 拍摄照片之后分享给自己的朋友 其实Snap在上一代的它的那个眼镜里面呢 就已经开始朝三维这个方向走了 它那个时候呢是通过两个摄像头检测到视频的深度的信息 那拍摄的视频导入到Snapchat之后呢 就可以加上一些AR的特效 那这次的版本呢是直接正式进军AR眼镜的领域了 不过这个眼镜呢Snap并没有拿出来卖 它是说会送给一些做AR特效的创作者 想要尝试的话呢可以去它的网站上申请 那它呢是希望这些创作者们试用这个眼镜之后 给这个眼镜做出来更多的AR的特效 但是Snap没有说会送出去多少 不过目前呢这个眼镜其实只能工作30分钟 也确实很难拿出来当做一个实际的产品来卖 这个眼镜呢是Snap在他们家的开发者峰会上推出来的 所以当时呢它除了这个眼镜之外 还展示了一些Snapchat新的AR的功能 其中一个呢叫Connected Lenses 是允许多个人呢在同样一个AR的场景里面玩 就即使你不在一起 你都可以合作去玩 那它呢和Lego合作推出了第一个Connected Lenses的游戏 就是用户可以在AR的环境里面去共同的搭建Lego 那除了这些呢Snap还推出了一个AR创新实验室叫Ghost 再一个呢它承诺要投资350万 用来支持人们创作特效 而且呢它还给了Verizon 100万 用来支持在5G网络下的AR的体验 说完了Snap呢我们说一条和加密货币有关的新闻 这个是5月20号周四的时候 美国的财政部呢发了一个新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面呢就提到说要计划 对于加密货币的交易增加一些新的规定 从而方便政府的审查 那这次的变化呢就包括说 虚拟货币的交易所和保管人呢 要报告更多账户资金流动的信息 企业呢需要报告超过1万美元的加密货币的交易 那财政部这次的报告里面不单单是关于加密货币的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计划实施的措施 财政部是说呢这次税法的改变的这个计划呢 预计在未来的10年会增加7000亿美元的税收 那说完了加密货币呢我们说一条Google的新闻 Google在5月20号周四的时候宣布说 他们今年夏天会在纽约市开设他们家第一家的Google的零售店 那这个零售店呢会开在纽约的谷歌的总部旁边 就是位于曼哈顿的Chelsea的地区 那作为谷歌公司的整个campus的一部分 它的里面呢会展示出售谷歌的Pixel的手机啊 它的Nest的智能家具产品啊 Fitbit啊Pixel Books啊等等 那人们呢也可以在网上下单之后呢 去这个实体店去取货 Google的这个零售店的设计呢 其实和苹果的零售店有点类似 就是除了可以试用产品购物之外呢 还会有人帮忙解决一些设备的问题啊 帮忙去设定新的产品啊 提供一些维修的服务啊 会开一些比如说如何试用Google的产品的这种workshop等等 虽然Google没有说它之后会不会开设更多家这种零售店 但是显然呢如果它第一家能够成功的话呢 它应该会在其他的地方开设更多家的零售店 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回顾就说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轩 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 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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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